这排骨拿劳力士我都不换 今天就教你们做这个超好吃的泰式火山排骨 今天收到了快递 肉界的大粪伊比利亚黑猪类排 全世界最贵的猪 每天吃橡果听音乐 白领活得太累 想和老板说再会 黑猪从不受累 生活环境很优美 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抹上海盐以后 陈师傅打开了冬至味噌烤一体机 水香灌水 用过热水蒸汽模式 200度以上40分钟 两盘农药打好以后 屋里充满着香气 开盖把现胶简单粗暴的铺在上面 纯蒸模式20分钟 蒸黑毛猪的同时 也顺便蒸一下农药里的猪队友 不要太惊讶 哥这边一个视频就掐两到三个饭 每个视频都在掐饭 这才是那颗哥的风格 快速切一下洋葱 其实我的刀工并不好 你看五个手指头还在呀 把小米辣 罗勒 薄荷叶 还有香菜切碎 特别喜欢东南亚这种复合风味 但是它又不会抢了主角的味道 蒸好的现胶也要切碎 所有的食材都要切得碎一点 转入沙拉碗中 加入鱼露 来一些酱油 多挤几个青柠檬 再来几勺糖 伊比利亚黑猪的精华千万不要浪费 用手把做好的料搅拌均匀 用手把排骨撕开 反正用手就对了 可以直接感受到食材的状态 摆成一个小栅的造型 料随意的撒在排骨上 排骨可以用煮的 不过蒸能让它的味道更集中 太好吃了 我可以感受到它以前是一只快乐的主 听着音乐晒着太阳